中央社9月9日引述北京政治觀察人士指 中共宣布今年六中全會 研究總結中共建黨八年成就和歷史問題 中共面臨內外問題可能作出正面決議 以鞏固它的執政正當性 報導說有較多看法認為 中共今年六中全會如果作出決議 不會和前兩份歷史決議一樣 全盤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線 之前習近平明確提出 改革開放前後30年不能互相否定 1949年毛澤東主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以及1981年鄧小平主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透過否定中共過去政治路線 奠定毛澤東、鄧小平兩人的絕對領導地位 不過作出這樣的歷史決議 不僅涉及中共政治路線變動 還牽涉高層權力鬥爭 全盤否定前政治路線 意味著江日文等前任元老和他的派系的政治地位急劇下降 甚至被整體拋棄 《明報》文章認為前兩份歷史決議 分別醞釀四年和一年半 當局很難在今年六中全會的前兩個月內推出第三份歷史決議 但是中央社引述北京觀察人士指 前兩份歷史決議推出的時候 黨內存在明顯分歧 但是目前習近平已經被全黨定為一尊 而且新決議若不適合否定過去 更沒有長時間醞釀花解分歧的必要 中共正在加緊打壓娛樂圈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 有分析認為這是中共經濟路線左轉的表現 也有人認為娛樂圈和科技巨頭背後 都牽扯江派權貴的利益 事件或涉及習近平和江澤民之間的激烈內鬥